香港理工大學內的抗議者遭防暴警圍困多天 無法脫身 香港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獲准進入校園 特別尋找一名叫朱元的女生 巧合的是 有消息稱 前中國總理朱鎔基的孫女也是叫朱元 消息立刻在網上傳開 週一晚上11時 曾鈺成及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 進入被警方包圍的理工大學校園 陪同一批年輕示威者離開理工大學校園 其中18歲以下人士 警方記下資料和拍照後可回家 18歲以上人士則即時被拘捕 在場人士指 曾鈺成到場後指明要尋找一名叫朱元的女生 有人幫忙找到朱元後 曾鈺成即和陪她一起前往的男子 馬上安排朱元戴上口罩和太陽眼鏡 迅速離開校園 網上立即流傳 前中國總理朱鎔基的孫女 即香港金融發展局成員朱雲來的女兒也是叫朱元 曾鈺成的助手則向《蘋果日報》澄清 指18日收到一名普通家長求助 故他即後到李大協助被困人士離開 他強調當事人不是朱鎔基的任何親人 也非任何達光貴人的子女 為了保障當事人 他不會透露更多資料 反送中運動爆發後 朱鎔基早在2002年 還是中共總理的時候發表的一段講話視頻 在網上流傳 朱鎔基在演講中說 我們總是以有香港而自豪 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 如果香港搞不好 不但你們有責任 我們也有責任 香港回歸祖國在我們的手裡 搞壞了 那我們岂不成呢 民族罪人 現在看來這真是打臉中共 據知情人士說 朱元卻有其人 但不是香港理工大學在讀生 而是以交流計劃在理工大學的交流生 但其家境和紳士 香港校方也不了解 亦有秦建志報道稱 朱鎔基有一兒一女 兒子朱雲來並無兒女 因此孫女儀式並非事實 至於朱鎔基的女兒朱燕來 曾在中英香港工作 有一女 故朱鎔基有一名外孫女 但外孫女不姓朱 目前在北京